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2314集 大家都在看康伟 善于君也在看康伟 康伟没鞠躬 在弄清楚了事情经过后 大家都让善于君好好休息 依次退出了房间 善于君和高家兄弟都是恶狠了 现在还不能大吃大喝 先输着营养液 喝着小米粥慢慢养着吧 当然他们还需要充足的睡眠 刚望亲眼见善老师醒来 总算啃回自己的病房了 夏小兰也推了出去 在走廊上碰见了一身血气的邵光荣 听说人醒了 嗯 醒了 慢慢养一段时间会恢复的 邵光荣你这是 邵光荣没忍住炫耀 我跟着刑队让他们杀狼去了 县里的民兵加上村民 再有救援队的配合 嫂子 你知道我们打死了多少头狼吗 他们的族群重新壮大 也是需要时间的 这两年冬天是能够安生了 狼肉不好吃 又干又柴还难咬 刑队长要分狼肉给邵光荣 他没要 他说自己可以花钱把狼皮都买下来 处理好后拿回京城当褥子 他还要送夏小兰两床褥子 夏小兰惊喜不眠 睡在狼皮上 夏小兰咋想都渗得慌 要嫌冷就暖气烧热一点 实在不行 他还能多垫两床棉絮 其实抱着周成睡觉 就一点都不冷 这话就不好说出来 刺激单身狗少光荣了 夏小兰本想拒绝的 转念一想又点头 行 你有多余的就给我背着吧 我可以送给老人 和他有关系的老人 也就只有周老爷子周奶奶 还有一个于奶奶 少光荣高高兴兴硬下来 又指了指病房方向 哎 嫂子 现在他俩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问 康伟和善学姐会不会复合 夏小兰摇头 这个我是真不知道 我只知道善学姐醒后 一点都没怕 也没抱怨 这一次遇险 并没有改变 他留在西北的想法 这边县里 也舍不得放人 夏小兰觉得 经历过这次遇险 善于君的信念 说不定更坚定了 14岁的大男孩 为什么敢和狼拼命 因为太穷了 狼威胁到了 高家最宝贵的财产 西北的贫穷面貌不改变 孩子们还是会失血 邵光荣眉头一皱 又很快舒展开 哎 这是康子和小善自己的事情啊 我担心是白瞎 还得他们俩自己决定啊 夏小兰点头 生死之外 无大事 不管他们最后 能不能重新走到一起 当朋友的 送上自己的祝福就好了 夏小兰在西北 待到了大年初三 才准备离开 那天 她见到了 善敬业 女儿获救的第四天 善敬业才赶到西北 来了 也不打算久留 亲眼确定善于君无事 善敬业就要离开 大坝上还离不开她指挥 过年过节 对善敬业来说 都太奢侈了 对每个 在施工现场一线的人 都很奢侈 工期什么时候完成 他们什么时候 才能放假 并不根据 国家法定 节假日休息 对着女儿善于君 善敬业很直接 问了夏小兰等人 都想知道的问题 等你出院后 对自己是怎么安排的 只要两年 也结束了 这真是只有善敬业 才能问出来的话 亲爹关心女儿 未来的职业安排 很正常 而且善敬业就是一个 不肯浪费半点时间的人 许多光阴 在她看来 是非常可恶的 善于君要说 自己一想休息两个月 再参加工作 善敬业可能才会奇怪 什么人 能休息两个月 就算是有暑假的 学生和老师都不行 学生要做作业 要复习 预习 老师要备课 要利用假期提升自己 这才是善敬业 所理解的暑假 但女儿在戈壁 失踪六天获救 至今还未出院 人还躺在病床上 善敬业就如此高要求 夏小兰还是大开眼界 善于君显然已经习惯了 他爸的行事作风 这边县里 想让我留下工作 进政府部门工作 善敬业皱眉 他不喜欢这样的工作 也不喜欢和人打交道 搞技术的人会活得更纯粹 哪怕像他一样 工作前途上会有起伏高低 但善敬业根本不在乎 只要他的技术过硬 只要他还能解决大坝的问题 中途有再多的波折 也不怕 终究还是要请他上大坝 技术饭碗是端一辈子的 技术饭碗也是立竿见影 能解决困难的 善敬业还指望着 女儿善于君能接自己的班 不住坝也能驾桥 学的就是土木 然而他终究什么都没说 他有自己的坚持 于君也有他的 随你吧 选择了就不要后悔 于君 爸爸还得赶回大坝去 程取荣坐在椅子上 脸上有讥讽的笑容 善于君倒是能理解 工作重要 您回大坝吧 我很快就能出院了 善敬业来得快 离开也快 夏小兰第一次见到这种人 听说善敬业不到三十岁 就被评选为全国劳模 果然很有劳模风范 康卫在旁边一直没说话 哪怕听善于君的意思 要留在西北 他连眉毛都没动一下 还是善于君主动要求 妈妈 小兰 你们能不能先离开一下 我有话 想和抗尾说 夏小兰看了看表 啊 也快中午了 我陪程阿姨去食堂吃饭 再给你们带一点吧 程取荣离开病房 还担心地看了身后一眼 完了就得夏小兰苦笑 光环是给别人看的 生活是自己的 我很佩服老山 他是一个乐于奉献的人 也是一个正直的人 但 我怕于君会走老山的老路 但如果能重新选一次 组织上再给他介绍对象 他是不会选善敬业的 康卫这孩子多好呀 于君嫁给他肯定会幸福 但那是于君的幸福 不见得是康卫的 程取荣充满了担忧 夏小兰和程取荣边走边聊 程安姨 您这是启人忧天 不管是善学姐还是康伟 都是成年人了 他们甚至连经济都已经独立 不再依靠家里支援 我觉得 他们要不要在一起 在一起 又以什么样的模式相处 或者将来过得如何 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对吗 善于君可以选择留在大西北 将余生都贡献给工作 只要他到老了 别后悔年轻时放弃过一段感情 当然不是说 善于君和康卫分开 就要孤独终生了 谁说善于君找不到 志同道合的另一半 这世上有一个善敬业 有一个善于君 也会有其他这样的人 康伟同样也能选择 他可以选择对善于君放手 或者接受善于君的理想 都是成年人了 可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哪用夏小兰操心